韩国电影近些年来的一军突起 跟优秀演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韩国演员中有非常多演技精湛的戏骨 你喜欢的韩国男艺人都有哪些呢?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十大著名韩国男演员 包括宋康浩、安盛基、崔明直、雪景球、金轮士、 李炳宪、黄正明、何正宇等你最喜欢谁的作品呢? 十大著名韩国男演员一宋康浩 韩国一线男演员名单中 宋康浩一直是在顶级男星之列 出道就获得大中奖最佳新人男演员 奖和青龙电影奖最佳男配角奖 之后更是先后三次获得大中奖最佳男演员奖 四次获得青龙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 一次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奖项最佳男演员奖 不仅在韩国各大电影奖项上横扫 亚洲电影大奖洛加诺国际电影节 加拿大奇幻电影节等世界电影奖也都有掌握 2019年主演的寄生充还是唯一获得嘎那 奥斯卡等大奖的韩国影片 其他代表作《生死谍变》 《共同锦背区》《杀人回忆》 《汉江怪物》等二安盛基 韩国实力男演员排行榜中 安盛基一直站在顶尖的位置 1977年凭借电影士兵和小姐们 作为成人演员出道 1980年凭借电影晚风的好日子中的出色表现 荣获了第十九届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新人奖 1981年凭借电影《曼陀罗》 获得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男演员 接下来的十余年间 他获得八次百想艺术大赏电影部门最佳男主角 五次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男主角 两次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男主角 两届亚洲太平洋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四届韩国戏剧电影大赏最佳男主角 是韩国影帝第一人 代表作《时围岛》《华丽的休假》广播明星等 三崔明直 韩国实力中年男演员中崔明直也是必提的一位 他是韩国影帝级男演员的代表人物 迄今为止共获得三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 三届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男主角奖 二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男主角 二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 尤其是2003年的老男孩 不仅获得嘎那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还横扫了当年的韩国电影三大奖 他的作品不仅叫好还卖作 韩国影史票房第一的明两海战就是他所主演 其他代表作《新世界》与犯罪的战争 最后先快乐到死看见恶魔等似血景 求 既然说到韩国实力男演员排行榜 那就不得不提中五路三驾马车 许多韩国演员都已出身于中五路为荣 他们凭借着卓越的演技传的票房 满汤彩的同时还能将各种大奖收入囊中 被称为中五路派三驾马车的组成就是宋康浩 崔明直以及薛景球 他是韩国优质电影的演技典范 酷戏让人动容温晴熙让人治愈 至今获得青龙奖引第两次大中奖引第一次 白翔奖引第两次 代表作 宿愿 不可饶恕 石围岛 博 和唐等 五金轮式 韩国男演员地位排名中金轮式也非常高 2006年他凭借犯罪电影老千 获得第44届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男配角奖 2008年主演动作电影追击者 凭借该片获得第29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 第45届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男主角奖等七个最佳男演员奖项 多年来韩国电影三大奖全部收入囊中 大器晚成的他演技爆发力十足画面控制能力也很强 其他代表作 黄海 盗贼同盟 黑司机们 格斗少年晚的等六 李炳线 李炳线是韩国男艺人进军好莱坞的代表人物 1995年凭借参演的第一部电影是谁让我发疯 获得大中奖新人男演员奖后就一路开挂 先后获得两次韩国百想 艺术大赏电影类最佳男主角 四次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视类最佳男主角 两次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男主角 一次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男主角 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大赏等各项大奖 在同一年包揽韩国三大奖影帝大满贯的第二人 代表作《美丽的日子》落成生死恋 Iris看见恶魔 光海等七黄正明 黄正明近些年来一直位于韩国男演员排行榜前列 他是韩国中年一代顶大梁的实力派男演员 戏路也非常宽广 2005年凭借爱情片你是我的命运 获得第29届黄金摄影奖最优秀男演员奖 第四届韩国电影大奖最佳男演员奖 至今已经获得了青龙奖影帝两次大中奖影帝一次 以及韩国春时电影奖韩国辅日电影奖 加拿大奇幻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等各项国内外大奖 代表作《那个傻瓜,你是我的命运》 新世界,国际市场,老手等八何正宇 何正宇是细说小编最喜欢的韩国男演员之一 他不仅演技精湛,戏路非常宽广而且非常多才多艺 不仅能自编自导自演还擅长写作画画 是个十足的艺术家 2005年凭借剧情片《不可饶恕》 获得第25届韩国影评奖最佳男性人奖后 先后获得三次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男主角 两次釜山影评奖最佳男主角 两次春时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等等 代表作《恐怖直播》《追击者》《黄海》 《与罪犯的战争》 国家代表等九韩石归 韩石归是为数不多获得了韩国 电影三大奖满贯的实力男演员之一 他是90年代韩国电影的票房保证 1995年主演了爱情喜剧《风流一生》 因此获得第16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男演员提名 第32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 电影类奖项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1996年主演银杏树窗 夺得韩国电影年度票房 冠军还获得了获得第17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男演员提名 1997年搭档沈慧珍出演李沧东导演 绿玉包揽了韩国电影三大奖的影帝 其他代表作《八月照相拐》《生死叠变》等 10.刘亚人 刘亚人是近些年来风透最近的年轻一代韩国男演员 2007年凭借剧情片《不名誉》的一家提名第28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新人男演员奖后 夹作不断2015年凭借古装片《四道》获得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 春史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和亚洲电影大奖飞跃星星奖 同年凭借古装剧《六龙飞天》获得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男主角和韩国 SBS演技大赏长篇剧集最优秀男演员奖 10大明星奖2020年又获得了青龙影帝 这位年轻的影帝前途无量 其他代表作《老手》《秘讳》《无声》等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戏说为您带来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